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到了总统府里面 来跟我们赖清德见面 两个人见面当然是相谈甚欢 可是后面就发现了 出来的讲稿不太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画面 好 讲到就四个字了 一中政策 一中政策这四个字 其实孙小雅也就是前ART处长来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在跟蔡英文会面 那个时候讲到这四个字 今天讲到这四个字了 而且是讲的时候有新闻稿里面 有AIT的新闻稿里面有 然后AIT他网站上面 整个通篇他的逐字讲稿里面 也有 可是问题是 这个是我们的总统府的新闻稿 就发现了 有啊 前面都一样啊 结果美国支持台湾 符合美国长久以来的台湾关系法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以及六项保证为指导政策 一中政策 这么敏感 这四个字竟然不见了 不想面对的是什么呢 美国为什么之前不讲 现在要讲又是为什么 当然就是因为情势关系啊 国防部给我们一个最新的图了 说现在发现说对岸的歼60 还有大陆的山东舰 它其实呢就在台湾的周边 而且呢66架的共鸡群 竟然就开始对我们有开始进行干扰 你知道吗 24小时以内66架七艘共建 56架越过中线 这个跟我们过往所听到的数字频率 是不是都大大的增加 一段的创下新高 大家就想问这样的两岸关系 当然会让大家觉得敏感 会让大家觉得是比较紧张的氛围 而不止我们紧张 日本也很紧张 日本看到了山东号的航母战斗群来之后呢 他们的战机也紧急起飞了 因为呢最近日飞还签了一个 互惠的卷入协定 他们的讲法就是要抵抗中方 所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威胁 同时他们也认为啦 这一次呢是在光谷岛东南方海域 是不是在跟日本示威呢 所以他们的战机也赶紧起飞 希望呢能够来对此进行反制 他们也强调 这针对的是不是就是美国 是不是就是美国的第一岛链 已经被对岸给突破了 其实呢有关于这一次山东号 整个战舰舰队的训练演训 这个小舰长吕雨时他就直接提到了 他认为最近呢有另一个新闻 就是中俄他们其实呢 也在太平洋海域这边来联合演习 他觉得山东号现在呢 基本上就打击群来说并不完整 所以呢如果说之后会把俄罗斯相关的这一些舰队 也加进到山东舰的编队的话 哇那个水面舰的数量就会达到十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于台湾问题的时候 反介入反拒止 这样的联合军也可能就有办法真的达到成真 也就是真的能够破坏美方的第一岛链 然后真的能够将他们所有的援助都排除在外 他觉得这对于台湾来说会是一个最坏的状况 至于南海呢 南海现在呢你会看到菲律宾虽然感觉很强硬 但是某些上面其实最近嘴巴有比较软一点点 他们呢是指控菲律宾是不是有在破坏珊瑚礁生态 中方现在也指控他们说你们把船放在那里坐摊 那个才叫做破坏珊瑚礁生态 双方呢都各自的在要求 甚至呢中国还要求菲律宾撤走军舰 避免破坏生态 强调呢那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菲律宾讲的当然就是你们才是凶手 开始变成了生态之战了 已经又把先前那个战舰互相对上 然后对峙的画面 变成了在生态上面的一个彼此之间的较劲 开始有不同的氛围 台海这边则是现在仍旧有兵凶战尾之感 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 因为光一个AIT新任处长 那个一中政策四个字 怎么好像每一个地方 还是真的府方发言人 他们没有录到这些东西 所以才会漏掉那四个字 就被你录到 他会记起到我会记起没讲 我的机器有录到 我觉得最主要是 对比孙小雅在蔡英文面前讲话 就没有这个说法 因为他当然对蔡英文 维持现状的努力是满意的 蔡英文也从来 是接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虽然他也是隐晦的表达互不隶属 可是赖清德是到现在为止 从来没有接受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你没有听过他讲台湾大陆 或者是北京当局 从未用过都是讲中国 甚至在最近国防部的举光日 跟我们的士兵在一起 也是讲中国 这个美国人当然看到了 美国人怎么会不知道 而且你看秋锤镇最近都在 说两岸就是两岸 然后梁文杰也跟着改口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改他的长官 他的长官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谁能够跟他说上话 当然就是AIT 所以我觉得 这个当然就意味着 美国开始评估 你是不是冲太猛了 那引起了两岸的一些变数 并不是美国在大选之前 所乐见的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氛围 事实上你去看最近 美国在日本方面跟菲律宾做的动作 比如说菲律宾是9月要 吕宋岛他要撤走低风的中程导弹 是 然后12月他要从冲绳 撤走4000人到关岛 撤走5000人到夏威夷 然后你在看最近的环太平洋军演 你看那个军演的位置有多远 那个军演的位置 我已经到夏威夷那边去了 所以这个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美国对第一岛链如果万一发生战争 美国已经逐渐把自己布局到第二线 或第三线去了 就大概是关岛 澳大利亚 还有夏威夷 如果是在第一岛链 可能只留这个滨海作战团 那那一团大概只有2000人 我觉得这种大趋势 如果你都没看到 我觉得 我觉得日本当然是看到了 所以日本会紧张 可是他跟菲律宾的这种 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对中俄来讲 他的对手是日美 所以重点是美国有没有进来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在撤出 所以你日本跟菲律宾 建立这种护卫协定 跟澳大利亚建立这种护卫协定 意义不大 因为你们这些国家都太做了 我觉得中俄 他所在乎的是美国 就看美国有没有进场 可是俄罗斯很明显 是要进入亚洲了 我觉得未来 不会只有在日本海 或者是白令海峡那边转一转 我甚至认为他未来 还有可能穿越台湾海峡到越南 我说俄罗斯 俄罗斯要这样做 当然也要跟中国大陆打招呼 所以我是觉得 所以这个整个局面 对日本来讲 他当然会忧虑 菲律宾也看到了 而且中国大陆最近 我认为就是在对仁爱交 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诉求正当性 就我不要跟你吵主权 因为主权又会吵到南海仲裁 我就跟你讲环保问题 你这个仁爱交破船放了25年 已经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污染 而且中国大陆是用摇杆卫星 还有现场的勘测 然后做了一个报告 所以你菲律宾如果不服 对不起你也要做一个报告 不然你凭什么说服别人 因为中国大陆那个报告 有英文有中文 所以它显然就是要说服国际舆论 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这个菲律宾也要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生态调查报告 我认为如果都没有 那中国大陆那个就形同 是最后通牒了 就是说你菲律宾要不要自己处理 如果你如果都不处理 那这个海洋生态问题我要面对 因为按照我的海警法 不管是你闯入我的管辖区 或者是我必须要维护海洋的生态 我都必须执法 所以我认为 这可能是一种 一种最后通牒 可是是用环保的方式来表达 那可能未来两三个月内 你就会看到这个问题 有一个最后的解决 就是也许现在在两三个月内 毕竟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海市的戳伤 对 就讲一讲之后 会不会真的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然后人家帮彼此解套 那是你要拖走还是我拖走 反正最后可能就是会走 那当然上面有那个一连的士兵 那因为他也可能动武 那这个场面就很难看 就这样 好 那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司令 那您怎么样来看 如果说我们用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现在就看到了山东号航母战斗群一来之后 日本战机就紧急飞起来了 然后小舰长又讲了 说现在如果等于中国再加俄罗斯 这个舰队加起来 那个山东号的边界就开始 会对于美方他要做这个 所谓的希望能够援助台湾 持缘台湾就会真的抱成了反介入反拒止 您怎么要来看 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这个长航 就是战略巡航这一方面行之有年 每年都有包含海上 也包含空中 空中的战略轰炸机 然后海上的这些驱逐舰 还有这个油弹补给舰 还有飞弹护卫舰都有 这个形式都蛮多的 然后也通过这个日本的这种各个海峡 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演练默契 都应该是已经到达成熟的阶段 将来会不会说跟航空母舰的 这方面的演练 然后做一个攻防上面 红军 蓝军这种攻防那个演练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因为等到大家有默契了 那就实施攻防 攻防的话一定要有攻击方 跟一个防卫方 然后这样来做的话 那就在第一岛链 在第一岛链的话 我们台湾是最近的 对不对 那你出公国也好 或者是出巴士海峡 那就是在我们台湾的东边 这一次它的三冬号的航空母舰 在距离台湾大概东边 大概650公里到700多公里 之间在这边活动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还有就是针对台湾的 解放军的海空联训 海空联训 我看来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它兵力越来越大 你看它的架次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的航击图 它只是个简略的航击图 并没有雷达轨击图 如果雷达轨击图画出来的话 你会看起来密密麻麻的 那它现在变成一个 很卷列的方块图 那方块出来的话 它只标示下距离 那多少架次 它就拿数字公布 不拿雷达的回击图来公布了 那所以我们一看得出来 第一个它的架次越来越多 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越来越近 它这个移力 不仅是压内线了 它压内线切内线 然后把它距离越来越近 然后这样的话 让我们慢慢的习惯 以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觉到 它只要一切进来 或者一压内 一切内圈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好像非常紧张 那现在的话 最重要的是我们比较奇怪 大家已经不紧张了 温水煮气滑 已经大家习以为常了 那习以为常 我认为中国大陆就是对台湾 使是心理战 那我们台湾在习以为常之后 台湾这种主战的意识 就慢慢就消失 但又习惯了 你就没有那种主战的意识 那中国大陆在这个心理战 还有在这个心防设计上面 它可能对台湾在那边下了功夫 让台湾逐渐适应 我认为这个就很危险 因为没有敌情意识的国防 就没有国防了 没有心防的国防 那国防再努力 那也都是我们讲的四倍功半 效果非常有限 所以中国大陆可能看到 我们台湾有这个短板 没有办法因应 可能是一种躺平来应付它 他看到这一点 那我们哪不出办 我们应该积极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 先不是铁正心防 让中共这个动作 我们有所警觉 而不是去适应它 而是要去应对它 面对它 处置它 看要怎么样去处置 要怎么样去应对 而不是说 那我们是适应它了 那变成整个的这个节奏 它的活动海空连续节奏 是由它来主控 我们变成被动 那这样的话 整个战场的主动权 会掌握在解放军的手上 那对我们台湾的海空军 如果将来会有一些冲突 产生的状况之下 会台湾会陷于极不利 因为力量 空间 时间 都被中国大陆所掌握 这样的话 我们站在被动的极面 必须追随它的意志 这样对我们来讲 用兵会极为不利 想请教一下吴老师怎么看 其实这个鼓励员 这次跟赖行德讲话 他全程用中文讲 而且讲的就是 提供台湾自我防御能力 加强台湾防卫 并且对台海的稳定 有非常大的利益所在 而且是长远的利益 这讲第一点 其实就是保护台湾 但是他又补充了 最重要的就是 依据三有公报 六项保证 还有台湾关系法 的一中政策 这个是美国人一贯而来的 所谓台海的基调 他没有变 都没有变 那变的是什么 变的是赖行德的人设 赖行德说 他是务实的台独公共主义者 前进白宫说 然后到现在的 互不隶属 讲了很多次 那如果台湾在改变 那美国人要试图 要稳定 要踩刹车 这就是回到了我们 过去一直在辩论的 战略模糊 2020年 Haas那篇文章一出来 说战略模糊 要改成战略清晰 大家就开始讨论 要清晰了 拜登讲了五次协防台湾 大家就说清晰了 不能再清晰了 一直都清晰了 问题是 大家还是搞错了 战略模糊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美国人只想说 我保护台湾就是清晰 那是搞错了 战略模糊的定义了 OK 因为广义的战略模糊的定义就是 美国在依法三公报 六项保证之下 他没有改变他中国 一个中国的政策 这就是战略模糊 所以不管是学界 政界 或者现在我们的舆论界 大家都说 不能再清晰不过了 我想请问 武力元讲这句话 他到底是清晰还是模糊 如果我们还不断的 自以为说 拜登说了五次 保护台湾就是战略清晰 那我再请问 战略模糊 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它叫做双重贺阻 第一重贺阻 告诉北京 你不可以单方面动用武力对台湾 第二重贺阻 是告诉台湾 你不要走向法理台独 这才是战略贺阻 最主要的两个功能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 战略模糊的定义 它的功能 我们再看美方现在的作用 它没有再改变 它还是维持非常重要的 它在台海的利益 为什么 那不管是台派的随者说 那是美国有它的利益所在 所以他们这样讲 那不是讲废话吗 美国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才讲出这个非常模糊的东西 它没有改变过 所以不要再硬拗了 我们要知道美方 而且特别是在大选前 你也不知道下一任 美国总统是哪位 假如是川普上来 我告诉你 他会在模糊中的模糊 可是在模糊中他会告诉你 该绞的你还是要绞 就是还是模糊 只是他每一次讲的内容 可能有所调整 但是他那个大方针是一样的 从来没有改变过 是没有太多的 非常罗子 如果是关闭的 我有可能是否有 是有空观看 如果是这个问题 出发是相关的